众所周知,日裔美军是军迷非常关注的军事热点之一。 从二战时期的日裔四四二团,到第34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埃里克辛关。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加入美军,成为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新奇助角。 今天,本文主要介绍埃里克辛关Arigan Circuit。 埃里克辛关出生于1942年11月28日。 当时的日军刚刚偷袭珍珠港,引爆了太平洋战争。 在夏威夷出生的他是当地的第三代日裔。 其祖父为日本移民,为证明对于美国的忠诚。 辛关的三个叔叔,都选择加入了美军。 在第442团战斗队和第100营服役。 参加了在欧洲的战事。 这些日本人在战场上英勇表现,消除了美国人对于第二代日裔Nissi,参加美军的疑虑。 辛关受到叔叔们的鼓舞。 1961年考入了西点军校。 1965年,辛关从西点军校取得理学士学位。 获得少尉军衔。 1965年底,辛关首次参加越战。 服役于炮兵部队。 在一次任务中误踏地雷而右脚受伤。 获得过三枚加战斗力标志的铜薰勋章和一枚紫薰勋章,加一枚铜像叶醋标志。 因此右脚的伤势。 辛关养伤一年之久。 但是在1971年恢复现役。 1976年,辛关在杜克大学获得了英文硕士学位。 在西点军校担任教官。 后来先后在五角大楼任参谋。 随第三部兵师,部署在西德。 1991年晋升为准将军衔。 1994年。 辛关升任第一骑兵师师长。 年底晋升为少将军衔。 1996年。 辛关晋升为中将军衔。 1997年升任美国陆军欧洲司令官。 1997-1998年。 辛关担任北约驻波斯尼亚黑塞哥为纳维和部队指挥官。 1997年8月,就晋升为上将军衔。 成为美国首位日裔四星上将。 从准将到上将,仅用了六年时间。 可谓做住火箭升官。 1999年6月21日,至2003年6月21日。 辛关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在任期间,推动美国陆军转型专案。 对旅级部队进行整编。 配有自己的支援单位。 不需要师级以上的单位指挥,便得以独立作战。 这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旅战斗队,BCT。 当时,辛关与国防部长唐纳德·赫利拉姆斯·菲尔德。 2003年,辛关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维持伊拉克战争,至少需要十万人的兵力。 结果遭到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纳德·赫利拉姆斯·菲尔德和副部长保罗沃尔弗威茨·巴尔弗威茨的排挤,最后被迫退役。 然而,小布什总统在2007年初,宣布在伊拉克大幅增兵,证明了辛关的提议是正确的。 辛关当时支援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德军队运用思想,即如果使用武力,就要在规模、速度和力量上达到压倒一切的标准。 这明显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小脚印思想不合。 拉姆斯·菲尔德相信先进的战场技术和精确武器,让传统步兵早就过时了。 伊拉克战争期间,二种学术观点的硬批越来越激烈。 但是最终辛关是伴夏镇来那一位。 2008年12月7日,奥巴马总统提名辛关为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 2009年1月,获得国会批准。 辛关成为第一名担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的日益美国人。 另外,辛关也是第四位担任内阁职位的亚裔美国人。 2014年5月30日,由于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弗吉尼亚医疗设施建设延误丑闻事件。 辛关宣布辞去部长职务。 此前的诺曼丰田、华裔赵孝兰、华裔朱立文和其后的华裔洛家辉, 在内阁期间,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可见亚裔在美国政坛并不好混。